在這個公聽會上 我們繼續來看 還有更多的專家學者 提出更多的疑點 大家來看 無線廣播電視 是因為它的電波是國家所有 大法官364號解釋 也只承認這個領域 是可以執照高度管制的 可是我們另外兩個法 都有許可 都有執照 在我看來 隔兩者的許可跟執照 應該是原則上Renew 原則上更新 進電視的這個案子呢 有沒有問題 那其實問題很多 那我呼籲要撤照 帶團隊去NCC面試的是 陳建平董事長 還有李永峰、楊雅傑 這些的董事 去面試的是這些人 結果呢 拿到執照之後 現在要開始營運的是另外一群人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高中生考試 我去找人去面試 高手去面試 去這個提出書面報告 然後呢 我考進了台大 考進了這個好的學校之後 我換一群人 我換另外的學生去念書 可以這樣子嗎 法教集團的是我們股市的突嬰 那也是全台最大的建商 這樣的一個股市突嬰 這樣的一個最大建商 可以當我們這個 這個進電視媒體 號稱民間公司的這樣的一個新聞台的大股東嗎 這非常的不適任 陳孝祥主委 據說在去年5月初之前他是反對的 5月初之後呢 突然他又贊成了 而且整個7位委員裡頭只有3位贊成 他成立之後6年內都是虧損的 那虧損的聲音 為什麼這些大股東會來做呢 那是不是值得我們來思考 他背後的一些無形的政治利益是什麼 網路傳的圖卡 卻是第一個用的是我們在用的這個繁體字 不是簡體字喔 寫成我向全體國人做出三大承諾 無論發生什麼事 總統永遠不會丟下你們 這個是總統有用語嗎 第二個無論發生什麼 國軍都不會向你們開槍 那剛才也有很多委員也提到 就整個整體的新聞 或者是所謂的廣播電視市場裡面來講的話 是有進有出的 那當然 基於維護言論自由的部分來講的話 對於所謂的很多的媒體的聲色也好 換照也好 我們都秉持的 嚴格的程序去處理 好 媒體的聲色換照 秉持嚴格的程序去處理 有嗎 現在我們所知道 禁的背後的股東 有包括除了裴偉之外 還有國劇的陳太明 英業達業國一 智邦黃安傑 萬海陳志遠 還有幾位大建商 那裡面的事隔性問題 現在被質疑囉 這也就是說 陳耀祥主委曾經在陸檔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 有說那他們現在 在幾月之前啊 要籌資20億喔 那因為兩年就燒掉了13億多 那這籌資因為背後都是有錢嘛 所以不用擔心 陳耀祥主委就這樣接受質詢耶 這樣講耶 哇塞 那你是公然幫他護航 還是放水嗎 那中天當時在架上 在微星電視上 這個收視率是第一名 而且是頗賺錢的啊 完全不需要去募資 但是有活生把我們給下架 這樣子公平嗎 這個保價集團被點名喔 那當然這是 它是一個股市上的突嬰 就是它旗下有八家投資公司 聯合收購股權 要迴避金管會超越大股東 這個適格性 10%以上的上限規定 所以就去奪取人家公司的經營權 這是很多企業主 文之喪膽的股市突嬰 那這個基金弊案啊 已經有錢科在前面了 這當成媒體的大股東 那他真的會幫大家做好 把關這個新聞的專業 還是他自己維護他自己建商 或股市的利益呢 那他在對官方的做的審查時候 我們所有的附加的條件還有承諾 其實這個都是所謂 行政處分的付款 就說我為什麼給你這個權利 那因為你得遵守 後面附加的幾個條件 那這些條件你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理論上的行政處分 必須要被撤銷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法律上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為什麼 為什麼當初這個外部審查意見 建議的這一點 然後這個後來竟然都沒有做到 然後NCC不去處理 我覺得這是NCC所應該要面對的問題 那第二點當然就是 更比較嚴重就是說 這個所謂執政黨的秘書長 有介入這件事情的傳聞 洪耀福啊 對 洪耀福 那這個當然 這個就是完全違反 我們廣播電視法 這個黨政軍退出媒體的問題 所以說我想這個東西 可能是真的是需要有一個 超然的機構啊 都夠去做這個詳盡的調查啦 那當然目前都是傳聞嘛 所以說法律上也不能 也不能就想說他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如果有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最後回過頭來就是說 講到你剛剛問的那個 這個股東的問題 股東的問題我是這樣子看 現在這個媒體也好 除了像你們中天還可以賺錢之外 到底還有哪家是賺錢的 應該都沒有啦對不對 而且不只是台灣的媒體不賺錢 就是基本上是整個 整個國際上的這種新聞媒體 大概都很難賺錢 那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能夠接收到的 資訊來源太多了嘛 像我有在大學任教 那我有問說我們的學生說 讓你們新聞從哪裡來 就是直接看什麼臉書 英特光他們連那個 他們連那個手機上那個什麼 什麼APP什麼什麼 什麼東森新聞APP什麼 像我我還會看一下 他們連這種都不看 都不看 所以他們不care 新聞的正確性 他們看 他們就是看臉書嘛 就是因為 他們就是看的是社群媒體 轉貼的 他們不會自己再去看 查證或者是說 他也不會想去看那個 他們也不會想看新聞 因為覺得很無聊嘛 那他們的新聞來源 就來自社群媒體的一個轉述嘛 你會變成說 我既然要在這邊當 就是我在這個群體裡面嘛 那我的同學們 他們可能 西話題是什麼 然後他們會把它轉到 那個社群媒體上 然後他們就會看那個 免費的社群媒體嘛 他們也不會再去花錢 所以說 那這樣你怎麼教學生啊 連蘋果日報都倒了嘛 他們都要倒收費 收費也沒人要看嘛 蘋果網路新聞 對啊 所以說現在的 我覺得是整個環境改了啦 就是說 真的能夠賺錢的新聞媒體 應該是不多的啦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現在就變成說 那些如果那些有錢人 為了他自己能夠有個發聲的舞台 所以投資這個新聞媒體的話 那應該是要被鼓勵的 要不然就沒有新聞媒體 沒有發聲管道 對 就沒人要再去做新聞台了嘛 如果是 對 所以我就覺得現在的新聞台 已經變成有錢人的一個玩具對不對 他很好玩 要把他成立 玩具天啊 不可憐的新聞業 他本身已經沒有辦法做到 財務的自由了嘛 但是你就可以看出 就是NCC的偽善嘛 對不對 NCC還要求說這個新聞媒體 要中立啊 一定要什麼 但是這個基本上 他自己都不中立了 自己手都伸進去 或者是當作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 很糟糕啦 旺旺水神抗俊義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漆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漆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